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ububi恰恰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的是我 伯頓遇到史上最大的麻煩 就是對面竟然是選 無坦克 可以看到一開始 入侵森林的王者艾瑞 帶著他的三個 喔~~ 14個小夥伴來入球迷野區 但是對面的戰衣爾 究竟在做什麼 一開始就讓了一個藍buff給我們 好險我們的超人非常會頂人 我們直接把戰尼爾頂回家裡去 戰尼爾是帶治癒嗎 直接被我們跟超人關在廁所 獨打一頓 欸嘿 快逃喔 一開始他反了我們的藍沒關係 可是他有沒有搶到藍啊 好像有點入侵失敗的感覺 沒關係 這個時候呢 換我們去入侵他們的野區 喔~~ 對面的艾瑞 好像有點無計可施的樣子 沒有關係Bububi恰 繼續來動地 堕堕堕堕堕堕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 蘿爾也過來幫忙了 不過還真的是有一點點難搞 這都在我們的合力之下 對面的艾瑞真的超級水的 他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會這麼的團結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是Bububu恰恰的觀眾場 雖然這是凌晨一點半 不過我總是相信 越晚的隊友越強 因為大家都是笑宅 難怪討厚 各位 因為我覺得坦克大隊有點難打 可能是在八九級以後 等他們裝備成型之後 前期他們入侵野區絕對是最強 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優秀的控制技能 可是呢 這個夸克就直接被我挑大便 挑到後面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搶下了 第一隻的魔龍很快 為什麼我要選擇全出魔防裝備呢 首先對面有討人厭的艾瑞 再來呢 為什麼艾瑞又有夸克 這種都是被拉到會被輕鬆解決的 而且他們的物理陣容 看起來都非常弱 你看 對面的克萊斯完全沒有傷害啊 讚尼爾飛過來 感覺他普攻再加技能 會有一點點通不過 沒有關係 全撐魔防就對了 再配合一個德魯伊 我想我不會被控制住 因為我天生 還有自帶物理防禦的加成 所以就算我真的會被打到非常動 我只要後期再補一個 可能是研磨戰甲之類 就沒有問題 好吧 那今天我生日 如果你想要送我生日禮的話 拜託在影片點下一個讚 讓我知道 謝謝你 這時候我們蘿爾跟夸克在一起 哇 夸克繳了一個瞬移之後 到我們前面吸住我們 哇 這個連技也太漂亮吧 我們的蘿爾就直接被融化 不過我們的超人直接開大一個硬推 我還是全稱魔法防禦 他就有沒有看到 我還是覺得他們最大的威脅 還是艾瑞 可能讚尼爾的普攻會讓我造成一點點的傷害 可能夸克又會拉中我 所以我就預設是被這幾個人圍毆的狀態下 因為我要衝第一個 我總是該撐一些些的魔法防禦 好 這時候我們就把第一座的防禦塔給推掉之後呢 我們就來爭奪第一隻的古龍 加油啊 古龍 欸 現在體驗服的改版 是不是古龍打掉之後會有一個特定的buff 還是藍buff啊 因為新版的傳說隊 就覺得雖然我有看過了新的地圖 但是我實際上還沒有自己去玩過 好吧 到時候再來看一下 這一場我是一個超級坦克 我一個扛五個 塔拉的傷害我覺得 他應該會撐全防禦吧 所以我覺得 他沒辦法對我造成什麼威脅 所以這才是我為什麼一直要先撐魔法防禦的原因 把塔拉關廁所之後 我跟超人 嗚 一個威勇 把他一個阿魯吧 哇 剛剛上路怎麼回事啊 夸克雙殺欸 太爽了吧 加油 瑟斐斯快逃 欸 兄弟們和平啦 我來調解 我來調解 夸克把我抓過來之後 你就知道你要死定了吧 在我跟魔龍的夾沙下 夸克就直接被我們送回了溫泉塔 好吧 這裡要爆發一波激烈的會戰很快 五坦克之間的對決 有我 我一個彈五個 要抓就抓我 對面真的超級硬的欸 進 我覺得要趕快出天叢雲 不然會打不出傷害 好吧 這時候就把他們全部關廁所 超棒的 我救了超人欸 我覺得伯頓最討厭的就是 他那招踩踩踩地板 真的被踩到心情都會很差 好吧 那這個時候控制我 我們的羅爾被帶走之後 哇 坦克大隊好強喔 我們完全打不動 你看我們的 我們的錦在後面 完全打不動任何一個人 哇 克萊斯又開大 變成了大霧賊衝人過來 快逃喔 各位 完了完了 我要死翹翹了 超人就算衝過來推 還是推不了吧 克萊斯變大之後 要解決他好像有一點點困難 這個時候塔拉又重複了幫忙了 快撤退啊 各位 我覺得有一點點打不贏欸 好硬喔 我是不是應該要幫忙輸出一下 你看 欸 欸 你看看我頭上那一根 欸 欸 我只要挑 挑動我的眉毛 我頭上的那一根就會動 真的超級好笑的 好吧 嗯 這時候我們不能輸 好難喔 我覺得 現在打的有一點點吃力耶 因為錦打不動對面的坦克 要說我是錦的話 嗯 大概會出破陣接天叢魚 然後再出一個龍骨劍來切坦克 可不然他們坦克真的太多了 超人很用力的頂 還是頂不動他們啊 夸克用力一吸 沒有吸到任何人 哇 這個畫面 這個會戰的畫面 這個會戰的畫面 真的是太混亂了 欸 完全打不動他們耶 都能把他們打到殘血 我們就直接追進塔裡吧 反正我是超硬的 沒人打得動我 這時候除了仙靈到這之後 我的魔法防禦已經高得 不要不要對面的 魔法系像艾瑞想要弄我 完全不痛 隨便你來吧 好吧 那這時候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可以有什麼會戰可以打 前期我們就是要逼對面 坦克有個缺點大概就是 拆塔拆太慢吧 不然他們又那麼硬 拆塔又那麼快 我們真的是擋不住他們 嗯 好刺激喔 不要 我感覺很有 他們坦克大隊大概就是想 利用他們的控制技能 把我們控制住 那我會在前面替井被拉過去 所以呢 我就要承受所有的傷害 我是不是在後面 應該出一點物理防禦啊 應該也是不用喔 他們打得真的非常癢 欸 我們的井 你剛剛有看到嗎 我們井的 E技能完全打人不痛耶 好吧 這時候把別人關廁所之後 爸爸卡 我在講什麼有點卡關了 這會戰真的太混亂了 剛剛我們把凱撒關廁所之後 你看凱撒在用力的 幫我們捶別人 加油啊凱撒不要放棄 嗯 羅爾擊殺艾瑞太讚了 無坦克你知道會戰要解說 真的非常困難嗎 因為他們五個人平均都非常難死 好吧 克萊斯 現在 嘿嘿 變成小章魚囉 把你做成章魚燒 超人雙殺 這個時候完全不要放棄 趕快來把這隻凱撒拿掉吧 哇 對面根本就全在衝物理防禦嘛 我們剛剛的井那個一技能打在克萊斯身上 完全沒有傷害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好吧 打掉這一頭凱撒之後 有了凱撒之力 我們就趕快推塔吧 剛剛的塔拉還想跳過來衝凱撒 休想 當我們是吃素的嗎 我可是吃肉長大的菲尼克 嗚 好吧 那這時候 井的傷害應該很高吧 還是很癢 不能打 不能打 各位 拜託一下 現在打到野團 我每次只要被艾瑞擋住 大家都會集火殺我 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要死翹翹了 和平啊 各位 太大意了 我剛剛不該往前衝 真的好可惜喔 欸 殘念です 殘念 好可惜 不然我剛剛就可以一扛五 我真的這一場在一扛五耶 我就是衝到前面給別人先打 我來看一下 嗯 嗯 對面幾乎全 還真的全部都在撐坦裝耶 他們完全沒人出 輸出的裝備 他們到底要靠誰打出傷害 真的蠻特別的 其實我覺得羅爾是蠻好切坦克 瑟斐斯 嗯 在 在沒有出天叢雲 現在兩個物理輸出 最主要的裝備就是要等天叢雲了 如果兩個人都沒有出天叢雲的話 坦克應該是切不掉 大概只能BBCC在前面 拿我的大棍子 狂敲地板吧 好吧這時候其實我覺得 我們全部只要一起推中路就贏了 超人開了大絕招 一個神力的開戰 開戰之後就逃跑 為什麼要逃跑 我覺得我們可以打贏的耶 而且我現在有帶治癒 好超人推的非常完美 BBCC一個原地動動動動動動 緩的對手 不要不要了 再繼續動動動動動動 這招踩地板呢 越多人被踩到 我的冷卻時間會縮得越短 克萊斯開了一個大絕招 變成章魚燒之後 還是沒人敢打他 你看 對面感覺就是有六座防禦塔 在前面動來動去 完全打不動 超人就算在前面發射雷射關 還是沒辦法造成任何傷害 我們的決勝關鍵就是 錦能不能打出最大化的傷害 加油啊各位 要拆塔感覺蠻難 只能趁他們全部拆出來 造成失誤的時候呢 夸克開了一個大絕招 完全沒有造成傷害 塔萊衝了過來 好難 好難切入喔 這個會戰究竟是怎麼回事 加油啊各位 好 使用了一個關地板的計畫 把他們關進了茅坑裡面 加油 我們現在需要拆塔 好難拆喔 無坦克的拆塔 完全就是拆不進去啊 我裝備出錯 我應該出多一點生命 讓他們完全打不動喔 加油啊各位 要切坦克很難切 你看你在設定 你設定血量最少 每個坦克都血量超多的 剛打 然後打另一個坦克 好難打喔各位 真的是史上最難打的一場戰役 這一場真的需要 就是看景能不能殺到很多人 好了 擊殺掉了夸克之後 戰尼爾開大飛了下來 夸克變成了一個 那個是什麼方向盤喔 戰尼爾跑不掉 被我們超人推出來之後 大激活還是 你看我們的傷害 完全就是打不動對面 克萊斯從後面開了一個大絕招 從後面來賣章魚小丸子 被我們的錦盯上之後 我完全不怕 直接衝進去把他頂出來 哇這個超人 這一場真的超溜的 不斷的把別人頂出去 還有BBCC 我們雙頂陣容頂的 烏坦克不要不要 而且現在之欲開下去 勝負已定一個完美的S之後 由我來扛傷害吧 哇這場真的太刺激了 那時候我原本喔 凌晨開始 我開到快要睡著的時候 我的天啊 遇到烏坦克 我整個人都 都醒了耶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 這一場我分數應該蠻高的吧 我很多次會戰幾乎都有到 我會戰參與度絕對高的 對方不要不要 為什麼 為什麼我是治療量六萬二啊 是我治癒開的很完美嗎 嗯 13.9分還不錯 好吧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遇到報應啊 遇到烏坦克真的好難打 遇到坦克到對 請記得一定要買天叢魚 好吧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今天我生日拜託 幫我按下喜歡和分享影片喔 謝謝你 觀看完這段影片 暑假快樂拜拜